台62線快速公路全長是8.7公里 是目前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中最短的一條 不過在東北角的其他道路時不時就塞到紫暴的狀況下 出現了往西延伸到金山 同時往南延伸到宜蘭的計劃 該不會台62線要一舉成為最長的東西向快速公路呢? 2006年國道5號雪山隧道通車 大幅縮短的宜蘭跟西部往來的旅行時間 但是通車初期卻僅限小客車通行而已 到了2007年年底雪山隧道開放大客車行駛 至於大貨車的部分仍然遲遲沒有開放的計劃 使得往來宜蘭跟西部的大貨車 只能利用原本的台9線北宜公路 以及台2線濱海公路 花費的時間是雪山隧道的兩三倍以上 在多年爭取雪山隧道開放大貨車 持持沒有結果的狀況下 宜蘭縣政府及立委轉而看上了東北角 希望可以把台2線接彎取直 或者是把台62線快速公路往東延伸到浮隆 甚至是在往南延伸到頭城 讓大貨車可以更快速從宜蘭接上高快速公路往 同時疏解雪山隧道的車流 在2010年正式向公路總局提出訴求 當時在東北角地區 台2秉縣基辅公路正在興建階段 預期完工之後可以大幅縮短東北角的行車時間 此外台2秉縣初始的延伸計劃 也就是從共僚常態往南穿越桃園谷 到頭城大溪接上台2線的規劃 在先前2004年的環評上 因為行經水質水量保護區 再加上評估後效益不大 就已經遭到否決 使得公路總局認為台62線沒有延伸到頭城的條件 不過台2秉縣基辅公路在2014年通車之後 暖暖路段因為抗爭變更設計 導致必須進行大貨車 往來依然跟西部的大貨車 依舊只能行使比較耗時的台2線濱海公路 再加上雪山隧道通車之後 快速增加的車流量 使得國道5號時不時就成為大型停車場 而雪山隧道無法擴建 台9線北秉公路也難以改良路線標準 又有區間測速降低駕駛人使用意願的狀態下 宜蘭縣政府希望再往東北角尋求改善方案 在2020年決定自行籌措800萬元的經費 辦理台2線自大里到頭城路段的高價化可行性研究 後續在中央跟地方協調之後 行政院正式財事交通部 規劃國道5號的擁塞替代方案 由公路總局辦理台62線延伸到宜蘭的評估作業 到了2021年8月 公路總局提出了3個起點、2個終點 一共6種組合的選擇 起點分別為四角亭、瑞芳、瑞兵 而終點則是在大溪或巫石港 從四角亭或瑞芳出發的路線 前半段幾乎都是走在丘陵當中 而從瑞兵出發的路線 除了貢寮到大理路段穿越雪山山脈偉人之外 幾乎都是在海岸線旁 各方案的總理程則是從26公里到41公里不等 對於這樣的規劃內容 宜蘭縣政府表示大溪到巫石港的台2線 仍然有些許路段雙向合計只有兩車道 再加上會穿越市政 而且彎道眾多 即便雪山隧道塞車的時候 用路人改道的意願可能還是不高 因此建議還是要把終點設置在巫石港 至於起點的部分 只要能夠以最快捷的方式 接上國道1號就可以 時間來到2022年 在縣市長大學前 民進黨籍縣長候選人 提議再把終點往南延伸11公里 直接接上國道5號 更能有效疏解雪山隧道的車潮 也可以讓大貨車不用再經由平面道路 直接接上台62線的延伸線 進入到快速公路路往上 不過直到選舉結束之前 可行性研究都沒有確切的結果出爐 到了今年8月 公路總局在投城及礁溪 舉行可行性評估說明會 路線規劃也有了些許變動 七點踢除掉瑞斌 只剩下四角亭跟瑞芳兩個方案 而終點則納入先前的提議 從烏石港再往南延伸到國道5號 並且有三個選擇 沿著環振東路由東側繞過頭城市區 X方案直接往西南方向走 跨越二龍河之後再往西轉 然後接上國道5號 在台二線投兵路 以及疑似線香道大溫路設置交流道 至於方案Y跟Z 就是在離開環振東路共構段之後 走在台二線的西側 Y方案比較早轉向 Z方案則是要到接近大幅才往西南轉 兩個方案都在投城環振東路設置南北分離的閘道 再來就是疑似線香道新濃路的交流道 而雖然X方案的里程最短 但是因為穿越大溫濕地鳥類七夕區 初步評估之後應該會棄用 以方案Y跟Z為主 在這當中 宜蘭縣政府偏好Z方案 具體原因可能是Z方案有比較大的腹地 比較有機會跟國道5號設置全套的系統交流道 而在起點的部分 四角亭方案將系統交流道設置在四角亭市區的北側 由於腹地狹小 從台62線主線匯出之後 馬上就會進入到隧道 接著再往南轉 以6.1公里長的隧道 穿越瑞芳跟平溪之間的山區 在大華車站附近與瑞芳方案匯合 瑞芳方案則是將系統交流道 設置在目前瑞芳交流道與瑞芳市區之間 接著往西南轉 利用捷魚坑溪溪谷的地形 讓隧道縮短到只需要3.6公里 對於這兩個方案 宜蘭縣政府反而是偏好里程比較長的四角亭方案 原因在於比較靠近基隆 能夠更快速的連接上國道1號 但是顧問公司卻建議採用瑞芳方案 一方面是隧道長度比較短 另一方面是瑞芳才有空間形成全套系統交流道 方便往來瑞芳的車輛 同時還可以把起點再往北延伸 服務到深奧科恩巴豆子等地的車流 路線中段的部分 從大華再往南穿越隧道 抵達雙溪甘角設置台二秉線基輔公路的交流道 之後新建3座長度2到4公里的隧道 由大溪市區的北側離開山區路段 在蜜葉灣旁邊設置大溪交流道 再來的路段雖然是沿著海岸線往西南 但是在腹地狹小的狀況下 預計也會設置7座隧道 一路到頭城之前 沒有設置其他交流道的規劃 然而無論是採取哪一種規劃方案 對於國道5號雪山隧道的雍色疏解效果 可能都還是有不小的疑慮 以同樣從宜蘭到台北木柵來說 僅有國道5號為42公里 而如果是走這條東北角的新快速公路 即便是踩里程最短的方案 也需要71公里 已經是國道5號的1.7倍 而且目前台62線 與國道1號交匯的大滑系統交流道 也是假日易擁舍路段之一 即便是想改走馬東系統交流道 接上國道3號 也會先被大滑系統的車流卡住 未來通車之後 實際行車速度 能不能比子豹的雪山隧道還要更快 可能還是個未知數 而就路線編號方面 目前都還是稱呼為台62線延伸線 不過實際上 確實要從主線 經由雜道岔出 雖然現在已經有台68線 在主動以外側雜道分岔延伸 內側主線 降為支線 台68甲線的案例 如果台62線 也做這樣的編號調動 就會變成完全的南北向快速公路 而如果編號不更動 延伸線該採用台62以線之類的支線編號的話 就會形成支線比主線還要長的詭異情形 又或者 未來可能改用台67線 台69線之類的激素編號也說不定 回到台62線目前的主線 雖然正式名稱為萬里瑞兵線 但是實際上西邊的端點是在基隆的大五輪 距離萬里的邊界還有3公里 途中的台2線還會經過住宅區及工業區 到了假日也經常成為瓶頸路段 因此多年來也有呼聲 希望可以把台62線拉進萬里 成為名副其實的萬里瑞兵快速公路 只不過從2018年 公路總局決定正式展開可行性研究開始 就不斷有民眾針對路線方案提出意見 使得計劃內容不斷地更改 期間甚至出現選區立委賴品渝 直接在地圖上拉直線的草案出現 也不斷爭論到底要有台62線延伸 還是有國道3號延伸 直到今年6月 公路總局接連舉辦三場說明會 擬定路線由台62線岔出 而且終點不止到萬里 還要加碼延伸到金山 至於確切的路線規劃 以及為什麼當初台62線沒有蓋到萬里 會一併整理在接下來的影片 所以千萬別忘記要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喔 請大的訂閱 至少 稍稍會 都請急 公路總局接続 大家 感谢观看